今天一樣是來分享一款 蠻特別的客製iFake 那這款客製品一樣它是數位虎般迷彩的一款樣式 那它是仿製這個國外法老的一款捲式iFake 那目前市面上的確捲式就只有這樣一個形式 那一樣它有這個蜂巢的網格狀 來簡單講解一下這款它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主要也是和先前提到的LBT-9022R一樣 就是因為特戰人員的裝備優先級 以戰鬥任務為導向 所以為了達到這個戰術操作與醫療能量的權衡 所以做出了這樣子的設計 就是讓我的iFake可能在我的背心的前方 或者是後方 腰帶的後方 以不影響到我左右前方整個180度戰術操作 面積和戰術裝備使用的行程為主 還有包含像以色列特種部隊導入的這樣一個觀念 去平均分散醫療裝備的風險 我不要把所有的急救器材集中在一個包具 以免萬一今天包具毀損或者是遺失 你的醫療能量直接歸零 所以它做出了像這樣子一個捲式的iFake 那它主要的後方是魔鬼戰 它可以結合在像我們背心的後方 或者是你的背心的前方 那像我們讓人腰帶它的內腰帶那一環是弓面 像它這個 它的結合板就是有抹面跟弓面 所以你可以讓這個捲式的iFake 去結合在你的讓人腰帶上 那它的操作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只要像兩側的這一個 它有這個鬆緊帶 就是以防你在移動中這個iFake它會脫落 所以它都有這樣子一個鬆緊帶的設置 你把它解開對不對 它這個帶口就會鬆開 那你只要去抓取單一側 左側兩側 你只要向後或向前 看你配置在哪裡 抓取單一側的這個提把 然後將它向你的那一側去抽出 就可以拉出我們整個iFake的本體 那這個捲式iFake 就如9022R一樣 就是說我不可能把整組你要做match 進取流程的一些 比較齊全的醫療器材全部集中在這裡 它這邊只是一個 我比較可能今天在安全區或者是在戰況緩和 敵火間歇的地方進行 進行進一步的急救的時候使用的一些 比較 後續處置的器材 那因為它的容量非常有限 所以 當然我們就是要 要去針對 可能真的會在比如說我們的安全區 在暖區 進行急救使用的器材 才會安置在這裡 一般我們是不太可能把 去控制大出血會在 C-Wave使用到的階段 安置在這裡 因為第一個就是它的容量真的非常小 所以 你也沒辦法塞那麼多器材 所以 這就是它一個德中的配置邏輯啦 就是 我們今天就是主要去講求 易療能量和戰術操作的平衡 這個平衡肯定會有一點取捨 總不可能說 我既要操作順暢 又能夠有豐沛的易療能量 這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只能做 平均的去分擔這個風險 那它這一款是它的內袋 內袋 打開 我的內容物其實是 參考這個 歐美特戰他們的配置 當然 如果是你個人要使用的 還是建議你去針對 你會操作到的 或者是 你們小隊的 醫療訓練 醫療能量 或者是 這個 可行性 你在戰場上會使用的可行性 來進行配置 不要說 一味的去模仿 去模仿其他 單位它的配置 那這個是 供大家參考的範例 它不是絕對 其實這個配置是非常的簡單 不能再滿了 甚至你自己也帶 以色列坦崩那種比較大面積的 一進去它直接爆炸 所以千萬不要認為說你 做match的所有設備全部都可以塞在這裡 它不是讓你去做這樣子一個 配置的 所以還是強調就是像這樣子一個捲式的iFAC 它其實 主要還是 歐美它特戰部隊在使用的 因為特戰部隊它真的會有這樣子一個 裝備優先級 的區分 那我們一般部隊可能 你沒有會這麼經常的操作到 任何的這些戰術設備 比如說像 手槍 我們一般步兵也沒有 手槍沒有 甚至我們連 腰帶上的彈匣帶都沒有 所以我們根本不會遇到說 需要運用到這個 腰帶上的快速換匣 還有手槍的拔擦 等等的問題 那就不太會需要有 這個 醫療能量跟 戰術操作之間的 碰撞 所以一般部隊就會比較常見的就是 你的iFAC 整包的那種 直接 去掛在你的腰帶上 因為你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裝備碰撞的問題 我這個捲式的一個 那我一樣腰帶上會有9022 就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這樣子的概念就是比如說像我今天是要清裝出勤好了 我即使是掛著 腰帶 我也具備著一定的 這些醫療器材 醫療設備 我不會說 我今天萬一忘了穿背心 或是忘了 配腰帶 結果我的 醫療設備完全歸零 這樣子 那當然也是歡迎如果你是對像這樣子 捲式iFAC 或者是你對急救包有更多研究的朋友 在下方留言分享 一起來討論 那也是希望國軍的裝備可以越來越好 因為目前 iFAC普發嘛 所以大家也在 極力的去 及時廣義說 看這個iFAC的配置 他的內容物 還有他 我們該怎麼樣去 做這個外包的選擇 等等的 這是大家需要去做一個專演的 那感謝流暢我們下次再見 那就帶富翔開 好 請 回家 及